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这种心理它是一种好心理吗 我觉得和谐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呢 懂得放下 自己呢别太计较 什么事呢换一个角度看 心要大 太上感应篇呢 开篇第一句话 讲祸府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我教我儿子背的经典不多 09年呢 我儿子这些就都背下来 不断地背 不断地跟他体会 那太上感应篇里也有讲 说取不义之财者 如漏虎就鸡 震酒之渴 非不赞保 死亦即知 你拿这些不应该拿的钱 就是凶财呀 就像什么呢 像你吃啊 这个腐肉 就那个肉块啊 放到那个屋檐底下 常年累月滴的那个雨水 把肉都给弄烂了 你吃它来解饿 喝呢 那个毒酒 震酒是毒酒 喝毒酒来解渴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饥渴问题 而且呢 还会失掉自己的性命 我们现在看很多 郎当入狱的这些企业家 这些官员 如果他懂得这个道理 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想一想 现在的所作所为 未来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就不会做这样的事 当然呢 也离不开呀 家里有一个贤妻 所谓妻贤 夫或嫂 子孝 复兴安 你看古代 我们讲 有一位妻子 叫岳阳子妻 岳阳子呢 在路边 捡了一块银子 银两 回家很兴奋 给他太太 说你看 我在路边 捡到一块银子 妻子 那会不会 有人来领呢 他说不会 没人要 就拿回来 后来他妻子就 把脸色一正 跟他讲 君子 不饮 稻泉之水 连事 不受 接来之时 你懂不懂的 这个道理 这个稻泉呢 是这个泉水的名字 叫稻泉 偷盗的道 说这个君子 一听到 这个泉水的名字 他都不喝 怕影响 自己的德行 非常廉洁的人 不会接受 人家 不明不埋 给的东西 然后他 丈夫又强调了一遍 说这是 道边 人家丢的 没人要 然后他妻子说 东西没有主 就是物无主 难道你的心 也没有主吗 你的心 也失去了原则吗 他一听很惭愧 就拿着银子 回到路边 站了 等了很久 终于有人呢 又回来 把银子呢 这个认领走了 那我也看 上网看 现在 你要真正看一个贪官 不会找到 他家里一定是一个 闲内住的 都是同样 是个贪内住 尤其是这个女子 女人呢 比较爱占小便宜 你看商场打折 这个去的都是女士 有这个心理 我们讲这个秦简呢 不是我们理解的简 秦简呢 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 过分 弄得这个家里啊 女主人像有洁癖一样 也不是说呀 看别人不干活就生气 觉得人家懒 秦是对自己的 这个简呢 更不是说呀 变成一个爱占便宜的人 变成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秦与简里面都有德 没有德 就很麻烦 所以讲这个女子的敬顺 什么是真正的敬顺呢 就是谦卑 像这个女界一开篇 讲这个女子的三长道 什么叫女人的谦卑 懂得谦让恭敬 先人后己 有善莫名 有恶莫辞 忍辱寒垢 诚若畏惧 是真正啊 对自己的这种修行和修养 所以一个好女子 她心量一定大 所以心大量大福报大 没有 看不惯的人 也没有看不惯的事 绝对不是一个怨妇和婆夫 而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快快乐乐的 家里的这样让人长生欢喜心的 这样的好女子 所以我说这个女子 敬顺呢 要在出嫁之前来完成 对父母 有这种敬顺之心 这样的 真女子 才可以 这个真呢 是指 真结的真 像弟子规律 我们讲 身有伤 宜亲忧 得有伤 宜亲凶 女子不懂得 守住真结 不爱惜自己的节操 不守身如玉 现在的小女孩很早 早恋 然后堕胎 不仅自己的身子受到水伤 让父母亲担忧 而且德行上呢 有很大的亏欠 包括呀 现在已经很普遍 没结婚 婚前就同居 我 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这个 他们呢 在大学里同居 大学一毕业呢 这个女子就怀孕 没办法呢 就要赶紧结婚 可是结婚以后呢 婆婆一直瞧不起她 总怀疑呀 这孩子 是不是在家的 受了很多的 羞辱 最后实在忍不下去 孩子在 几个月的时候 又办离婚 那我就想 如果她懂得 一直坚守住 自己的 这种节操 就不会啊 受到这些 待遇 真的是 祸福无门 为人至招 现代人呢 都很轻视 这些东西 所以呢 才会受到 很多的 这种磨难 那我们做母亲的 如果家里是女儿 或者是现在 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要把这些事情 从心底里 都给她打扫的 干干净净的 不受啊 现在社会这些 不好的 风气的污染 不要啊 把是非 善恶 邪正 都搞混了 不受这些染污 自然呢 我们这一生 都会非常的幸福 和平安 我是从来不上网 我也不懂那些网 所以他们有人说 网上那个游戏 偷菜 我说那你天天想着偷 那你这种心理 它是一种好心理吗 包括网络一些游戏 从来没玩过 我们家这个电视 我大概也是十几年 我从来不看电视联系剧 也从来不看电视 我是在04年 开始接触传统文化 经典 就是自己学 然后给我儿子 就是插那个光盘 看德育动画片 或者我看到 很好的片子 电影 我跟他一起看 不受这些影响 曾经有个记者问过我 说那你担不担心 将来儿子长大之后 这个不好啊 这个不融入社会啊 我说我坚信一点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从小让他走在正道上 他将来身边的朋友 都是善良的 正直的 他的一生 一定非常幸福和平安 那很多人呢 母亲可能不坚定 就很难呢 能够跟儿子一起成长起来 所以儿子从小交友 也要很注意 除了钱 就是这个关于 情感方面 我记得 现在小孩子 好像都很找熟 我儿子也是 在上幼儿园 这大儿子 大概三四岁 就跟我讲 他们班有个小女孩 很好看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呢 这个女子 最关键的是 看她善不善良 懂不懂得孝顺父母 这是最关键的 漂亮可以排到最后 其次呢 还得看她有没有智慧 我说智慧啊 不是知识 不是说她读很多书 我当时举了几点 她 虽然她很小 但是我跟我儿子 一直是这种 像大人一样交流 她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幼儿园毕业的时候 是六岁 很正经的 科医家跟我说 妈妈 我终于发现一个 符合你那个条件 一个小女孩 当时很惊讶 我说 我说儿子 假如我们现在 走到一片玉米地 豆水玉米 你看这第一岁 苞米很好 长得很好 你就掰下来 夹在胳膊肘里 然后你往里走 又发现比它更好的 你又掰一个 到后面呢 你发现还有更好的 但是呢 你已经都 没有地方拿了 怎么办呢 她说这个很简单 最开始就不要拿 走到最后再说 我说那你也是啊 我说人的一生 我说你现在才幼儿园毕业 将来要上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人生的路很长 现在是不是太早 她点头 说是太早 很可爱 那今年呢 小学二年级 回家呢 有一天又跟我谈 这个事情 她说妈妈 我们班同学啊 最近 老师学校也教 跳一种舞舞蹈 这个男生和女生配对 他们就开始谈那个事 我一开始还没听明白 我说哪个事啊 他说就是那个事 我就听明白了 我就很认真 我说你坐下来 咱俩谈谈 我说那你腋下如何呀 你觉得应该怎么看呢 因为彭心老师的光盘 彭心老师可能也有课 我都跟我儿子一起看过 我儿子很喜欢看他的光盘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他说我觉得好像不应该 我说对了 我说一个男人 就像叫有这个男子汉的 刚强的气概 有远大的志向 好男儿啊 志在四方 志在千里 现在我们的任务 就是学习好 懂得做人 我说不谈呢 这些儿女情长 我说呢 这些啊 都是特别障碍你 人生之路的石头 你要懂得给它清楚 别人去做 你也不用羡慕 不是好事 他说妈妈你放心吧 我有远大志向 这个根本不会放到我心里 我说这个对女孩啊 也要敬而远之 咱不要跟这个 这个女同学 黏黏糊糊 这都不是一个好男孩 应该做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像个男人样 要有这种大的志向 要跟我们男同学在一起 玩一些健康向上的游戏 你来设计 他说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母亲 的的确确对孩子影响很深 我的一些传统化的光盘 有的也是跟我儿子一起看 包括像胡晓琳老师 有一个孝亲尊师 我就是跟我儿子一起看的 看完之后呢 我儿子很感动 那这是过年 我记得是初二那天 我们俩看 那我儿子呢 收到的压岁钱很少 只有姥爷给了十块钱 他就颠了颠了 拿出了两块 他说妈妈 你把这个给胡老师 希望呢 给他父亲 我非常告诉他 我非常敬重他 我要以他为榜样 向他学习 我说好 那么 提到压岁钱 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 因为我们单位 我先生那个是集团公司 以前过年呢 很多高管人员呢 都会到我们家来拜年 给孩子钱 都很多 以前我没注意这个事情 也是从学弟子规 传统化之后 一方面呢 我很委婉地 跟我先生和这些员工说 我说请你们不要 给孩子钱 当然人家要是硬给呢 我也没有办法 还有我先生的一些 生意上的朋友 有的是也会给 但是对我儿子 就比较好教育了 因为是自己的儿子 严格规定 一分钱不准收 收了余率上交 没有存私钱的余地 就没有私财 这个概念 一开始两人不同意 还要跟我降丽 联合起来跟我说 我当时呢 我就把道理说完 我说你们想不偷啊 你们就罚站站着 一个小时能想通 一个小时结束 一天能想通 一天结束 不用吃饭 在这站着想 想明白了跟我说 有一天 就是当时 跟我在争论这个问题 大概也就站了 二十多分钟 两人一起说 妈妈都想通了 这个钱归你吧 所以 那我也跟我儿子讲 我说这个钱不是妈妈用 我说这个钱呢 我们拿去做好事 可以啊 给一些 孤儿院 养老院 买一些东西送过去 一直都是这么做 所以呢 我两个儿子 没有压岁钱 那么 在这种引导下 就是前两天 有一个银行的领导 他请高端客户去爬山 叫我 考虑到五一呢 没法陪孩子 我说好 我说 那就提前领孩子 正好是礼拜天去爬山 还有我父母 然后呢 很多人 他的客户都带着孩子去 所以他在山顶啊 这个银行 他就设了这么个奖品 所有孩子上山 他都给奖品 奖品呢 他有等级的 就是一等奖 就是第一名爬到山上的孩子 给一个大飞机 特别大 然后一次 那我儿子爬山很快 第一名 得到这大飞机 特别的喜欢 那个小儿子呢 也得到一个小礼物 俩人都很喜欢 但是呢 人很多 我就没法说 我就是说了一点 我说不允许拆封 回家再说 俩人都很乖 虽然 拢了一路啊 看 但是都没敢拆封 回家之后 我就跟他俩说 我说 你们俩的玩具很多 我说这个东西呢 就跟过年的压岁钱一样 我们呢 要捐出去 给这些贫困的地方 没有玩具的孩子 送给他们 我说看你们俩 谁先做出来 结果呢 我那个老二啊 很可爱 老二在肚子里 就听这些 传统文化的经典音乐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一岁多 就是他喝奶的时候 就给他放 三字经 弟子规 和孝经的那个 朗诵 他就边听 边喝 他马上举手 妈妈 我要献爱心 我的 给出去 然后我就瞅他哥 他哥 半天说 妈妈 我也献 然后献完之后说 这个数有点大 我说不大 正好 我说也有很多小朋友 很喜欢 所以呢 的的确确 很多时候母亲呢 她是忽略了 就是她没有意识到 没有这种敏感度 所以教育孩子 有两点 第一点呢 长善救师 就长养他善良的那一面 挽救他不足的那一面 第二点呢 是防危度见 所谓啊 一夜之秋 就是你看见秋天 那个树上 掉一片落叶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 有这种推断 秋天快到了 你不要等着 叶子都掉光了 才恍然大悟 哎 这个秋天怎么到了 我们现在往往就是 这孩子长大以后 出现很多问题 怎么我的孩子 会是这个样子 他小的时候挺好啊 往往呢 我们就忽略了一些细节 没有啊 把这个小树的一些歪叉 给他及时的 给他扭正 那这两个呢 是根本 我们讲父子有亲 和夫妇有别 下面的三个 长幼有婿 朋友有姓 和君臣有意啊 都是 在上面两轮的基础上 自然而然 你就能做到 这五轮 在弟子归的七篇里 你都能学到 第一篇 入则孝 就是父子有亲 第二篇 出则涕 就是长幼有婿 姓篇 就是朋友有姓 其他的 我们看 夫妇一轮在哪里呢 也在 第一篇里 也在第二篇里 我们跟先生之间相处 要懂得随顺 所以第一篇 对于女子 对于母亲来学的时候 不仅仅呢 是对父母 也包括对先生 也包括呢 对公婆 我们讲这个婆媳关系 是不是 都是一个 大难题 尤其是现在 古人也常讲 笑呀 衰于妻子 笑到从妻子这一块 开始衰落 都这妻子的呢 一定要懂得呀 善待自己的婆婆 这样呢 其实就是善待 自己的婚姻 善待 自己一生的幸福 什么事 都不跟婆婆计较 我有 一次讲课 专门讲的是 婆媳相处之道 跟大家分享 我跟婆婆 在17年的相处 因为我是 23岁 嫁给我先生 我们高中同学 我呢是 93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她呢是 吉林大学 法律系毕业 然后呢 我们就很早结婚 一直到现在 过得呢 很和谐 我觉得和谐的最大的因素 就是呢 懂得放下 自己呢 别太计较 什么事呢 换一个角度看 心要大 不要啊 非要揪出个理 在家里啊 它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里你跟谁讲理 跟先生讲不出理来 他就要把牙膏 给你到处挤 就要鞋子随便丢 就要吃饭 给你剩一口 就要 跟你提很多 没有道理的这个要求 讲不出道理来 跟公婆也是如此 就是上完厕所 不冲厕所 就是吃饭的时候 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没有道理 不讲理 家里唯一讲的 就是一个爱 就是犯爱重 我们弟子归那一篇 那个爱字 大家好好把犯爱重 那一篇学学 看看爱是什么 如果细评起来 你就会发现 爱是什么呢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私 爱是给予 爱是无私的奉献 爱是恒久忍耐 有一首歌叫 爱的真谛 你看弟子归的 犯爱重片里 讲的就是这些 我曾经呢 写过一篇文章 也是大连的一个报社 大概在五六年前采访我 我给他写的稿子 就叫 爱是一切的答案 的的确确是如此 宇宙的核心 就是一个字 是爱 日本的江本胜博士 做过这个水的实验 给水贴上爱呀 贴上感恩 贴上赞美的话 那个水的结晶 就很好 反之呢 水的结晶 就不好 那水都是如此 更何况是一个人呢 不管这个人 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要生起 感恩的心 生起爱的心 我相信呢 只有这样 我们自己的生活 才会更美好 不管身边的人是什么样 我今年四十岁 很多人看见我都觉得 好像很年轻 的的确确确如此 我心里不装事 也不想事 我先生做企业 我呢 他做企业大概十几年 我从来没跟他 在外面吃过一次应酬的饭 他一开始不请 后来请过几次 我也不想去 觉得很麻烦 又不会说话 再说说话 再影响人家生意 就不好 很清静 也从来不顾问 他公司里的事情 他有几个公司 挣多少钱 一律都不知道 的确是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问 我觉得他要是需要 问我的话 他自然会问我 他不需要问我 他一定自己 都能做得很好 至于他在外面的 很多事情 我觉得都是 离不开一个信任 尤其是夫妻之间 你相信他 他就一定会变得 越来越好 你不相信他 怀疑他 总觉得自己比他强 你就会 越来越不好 所以要懂得这些 那么下面呢 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五常 五常呢 也都在弟子规里 都有讲到 讲的呢 是仁 义 理智信 左传里有一句话 叫 人气长 则妖心 讲啊 人要背离了 这个肠道 妖魔鬼怪 就兴起来 什么是妖魔鬼怪啊 当我们每天都很烦恼 有抑郁症 有抑郁症 压力大 有种种的病痛 事业不顺 人际关系不和谐 儿女不孝 这都是 你心里的妖魔鬼怪 所以要懂得 所以要懂得人字 仁慈啊 可以养肝 我们懂得 这个 五常 我们的身体 就不会生病 那么 我在学女德的时候 也看见过 这个女人 愿意发火 肝不好 怎么样呢 她的这个 乳汁啊 都是有毒的 都会影响到 幼儿 所以一个母亲 千万记住 不要发火 不要动不动 就生气 我也不相信 有什么更年期 这一说 这更年期 是自己加给自己的 你只要心平气和 什么时候 都是很年轻的 那个状态 那意义呢 这个正义啊 它养肺 义者呢 就是寻礼 做事呢 有道理 所谓夫义啊 夫顺 先生要明白这一点 怎么做事 才符合道理 夫不贤 无以欲妇 夫不贤 无以示夫 先生的贤能啊 很重要 我学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先生就给了我三句话 让我很受用 他说你学传统文化 要做到 第一呢 人厚 人词的人 厚道的厚 人厚 而不迂腐 不要学成很迂腐 第二个呢 锐智 但不奸华 第三个呢 与时俱进 而不随波逐流 他说这个呀 你就学到了 传统文化的精华 所以我很感恩呢 我先生 这十几年来 对我的 培养和教育 所以有一天 我也跟他说 我说为什么 广丈夫叫先生 很有道理 的的确确啊 你是我人生 一个很好的老师 让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 让我 得到了很多提升 很感恩呢 这十七年来 跟你走过的 这些路 所以夫妻之间 尤其是女子 要放下一些情欲 这个情呢 是私情 欲呢 是欲望 控制 占有的这个念头 要懂得呢 爱夫以正 什么叫爱夫以正呢 承其德 继其业 续其患难 成就他的德行 帮助他的事业 跟他患难与共 以道相交 以意相知 这样两个人呢 才是真正的 能够和谐的 做完这一生 否则呢 你是好色的 男的好色 女的好财 那两天半呢 色没有了 就换人 财没有了 也换人 那就离婚 就很正常 现在我们看 离婚率也是很高 根本的原因 的的确确是没有受到 传统文化的 这么很好的教育 那第三个呢 讲的是礼 礼乐养心 那么我们现在 都不懂得 怎么样的有礼节 听什么样的音乐 安上至民 莫善于礼 一风一熟 莫善于乐 自古以来啊 礼是用来调身的 乐是用来调心的 可是我们现在 听一听现在的音乐 都很暴躁 很低沉 这个礼呢 也不讲究礼节了 所以呢 人与人之间 就会很混乱 这个关系 我们要把 这个礼乐的 真正的关系 真正的道理 真正的作用 给它弄明白 在家里做起 让孩子能够从小 受到礼乐的 这种滋养 古代我们看那个 门上门帘 横幅 过年的时候贴的 都是叫 诗礼传家 诗是指诗经 礼是指礼记 两部啊经典 诗礼传家 我们现在都换成 恭喜发财 就错了 林则许有一段话 说得很好 子孙如我 子孙比我强 留财何用 给他留钱 有什么用呢 子孙不如我 留财又何用 他还不如我 我给他留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现在 要想想 真正应该给孩子 留的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明白 如何去教育孩子 那这里啊 也包括 不是说不仅 不让孩子 听这些不好的音乐 还包括呀 那些网吧 网站 我儿子曾经有一次 用我的手机上网 玩游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手机 还能上网 现在的小孩都很聪明 后来被我发现 我也是特别严厉的 跟他讲 我说绝对不可以 再玩这样的游戏 因为我看了一下 那个下载的游戏名称 什么僵尸 什么都是这种 很可怕 我说 绝对不要碰这些东西 他会害了你 所以我那儿子 不接触电脑 也不明白 他唯一的爱好 他是喜欢下围棋 围棋下得很好 不知道是几段 经常获奖 从三岁起就下围棋 再一个爱好 是喜欢画画 但更多时候 他的休闲 都是自己在那 自己跟自己下 下围棋 那么 时间快到了 我最后啊 给大家念一封信 因为呢 这个月呀 是我父母 四十周年结婚纪念 然后呢 后天 也是我 父亲的生日 我以前呢 这个孝顺父母啊 父母过生日 就是给拿一些钱 今年呢 想想 不能 光是拿钱 怎么能让父母高兴呢 我就决定啊 把我去年 接受全国各地 这样的政府邀请 讲课的论坛 我找了一些 有代表性的 然后给他 做成一个册子 像一个影集一样 里头放上我的 讲课的光盘 然后在 封皮上 这个 内液 我给父亲 和母亲 写了一封信 然后封底 放了一些 父母的 一些照片 和我的照片 然后做了 大概有 一百册 然后我跟父亲说 我说 你可以送给你的 好朋友 父亲看完信 看我那册子 特别开心 然后他说这是他收到的 最好的礼物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写给父亲的信 我这个 我这个题目呢 叫知恩报恩 孝乃百姓之缘 尤为女德之首 敬于在人间虚度四十载 一生无德 无学 无学 无修 上无以报祖先 得因之庇佑 下无以报父母 生育之重恩 深感惭愧 敬于自2010年 学习女德以来 接受全国各地政府论坛邀请 进行女德的专题汇报 每每从外地讲学回来 见到在家帮助照顾两个幼儿的父母 都深感自己孝道之愧缺 敬于自小 无缘 侍奉在父母身边 而长大后 又蒙父母 不辞劳苦 照料家中所系 以助敬于修学 向道之志 自己得且学博 养育父母之深恩 无法回报 今恰逢双亲 结婚四十周年 父亲六十三岁 生日之际 将自己一年来 讲学光盘汇集成策 供养父母 以悦其心 并愿以父亲 勉力敬于之言 为己志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格物至之 修身其家 七点滴微薄之行 报答国家 培养之恩 老师教育之恩 众生付出之恩 愿天下女子 皆贤妻良母 愿天下家庭 皆美满和谐 愿天下父母 皆吉祥安康 非常 非常感谢 在座的各位老师 这么晚 我们还能 一起来学习女德 是对 静瑜的支持 也是为 对我们国家 传统文化 事业的支持 希望在座的 每一位老师 都能够身体力行 把传统文化 从自己做起 弘扬到 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中华文明 在今天 也能够日渐灿烂 让我们每一个 中华儿女 都无愧于 自己的祖先 每一位母亲 都能够教育出 贤良的孩子 中华民族 真正是有后 非常感恩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爱是养着头的心愿 爱是说不出了感谢 爱是每天 多付出一点点 双手和时不再无讨厌 感谢观看 张燕申 中国伦理协会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教育研究会常务领事 山西省当代 辱学研究会领事 高级教师 从小三十多年 曾在中小学和私立大学任教 先后担任过校长 院长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对经典教育情有独功 既是经典教育理念的传播者 又是中华文化 经典送读的实践者 如何让千万个孩子更优秀 使千万个家庭更幸福 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 很多对教育孩子 心存共患的妈妈们 听完她的讲座后 如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张燕生对我们主讲的传统文化与母亲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逐渐淡化的今天 重读经典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 对于构建社会与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作为经典教育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张燕生一直为传统文化描起那派 本期由他主讲的传统文化与母亲教育 提出母亲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源头 为我们讲述母亲教育的重要性 当代社会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到底有哪些智慧 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认识 多少家长希望把孩子 把最好的给了孩子 而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现在的人缺的是智慧 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知识 知识再多叫量的积累 量的积累无论再多 它只有发生智的飞跃 它才叫智慧 智慧一点点就够了 知识再多没有用 那么传统文化中到底有哪些智慧呢 因为专家学者讲的很多 以认为本的伦理体系 讲的这几天讲的 是不是都讲的五伦五常 讲的五伦大道 五伦八德 父慈子孝 父亲是应该慈 但是慈的不能过火了 说现在的人是有了儿 他就是儿 有了孙儿 他就是孙儿 那你有了儿 你是谁啊 你是爹啊 你倒在爹到道上来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是2011年的英历四月初二 是孟子的生日 这是我们中华母亲节的光荣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所有的中华母亲 让世界各地的母亲中华儿女听到这样的掌声 为中华儿女而骄傲自豪 今天是周口市传统文化工艺论坛 即2011年中华母亲节的庆典活动的盛大闭幕之日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主办方 承办方 以及我们周口市的人民 周口市的公普 愿我们这四天来盛大聚会 圆满成功的美好记忆 载入周口的史册 载入我们中国的史册 载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时间很短暂 我也是四天来的学习者 我感悟很多 但是因为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带着我的学习心得 带着我的成长的进步 我今天希望我的汇报 得到大家的满意 自我介绍 我叫张燕生 来自山西太原 我用四个字 做一个自我介绍 过去我是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者 正像主持人说的那样 曾经在中小学 包括私立大学 任过教 先后担任过校长 院长 等等职务 是伴随着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 在一起成长 我是在成长中学习 在学习中否定自己 在否定自己后 找出了方向和目标 继续成长的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 站在讲台上是老师 回到家 是母亲 是一个站在孩子的面前 我是一个妈妈 我和大家普通的一样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 一个普通的母亲 今天我仍然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宣传者 母亲教育的宣传者 推广者 实践者 同时也是一个儿童经典 成人经典教育的实践者 推广者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 已经进行了十年 从将近十年 2002年开始 为什么说是母亲文化的教育者呢 因为我自己 曾经 在这个生活的经历 曾经做过中小学的老师 校长 所以说也做过无数场的讲座 所以讲座下来以后 就发现每次讲完以后 大家都在提 好多咨询的问题 咨询来咨询去 我觉得 有三步 一 所有的母亲都那么的爱害自己的孩子 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 而心目中没有优秀孩子的标准 你们是吗 多少家长 希望把孩子 把最好的给了孩子 而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甚至我们调查过 好多家长 教育孩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都不知道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决定 把母亲的成长 作为母亲教育的重点 所以说 我就觉得 千万个孩子 要想优秀 母亲不成长 是不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搞母亲教育 那么我又说我自己是传统文化 我自己现在还有经典教育中心 我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 这个这几天我们大家都看好多专家学者都在讲 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 我作为我我这是下面是我前选的认识 一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迷失方向 就是因为 刚才局长说的多好 中国的发展飞速 是经济发展这么快 而教育发展是这样慢 所以说它飞不起来 这飞机一个翅膀没有 鸟一个翅膀飞不起来 大家可以看 所以说就因为经济速度发展得再快 所以说好多人物与膨胀 物与膨胀 道德滑坡 我们都是现实中的人 我们看到多少人在经济发展中 妖缠万贯 精神贫穷 多少人功成名就 家庭破裂 多少人 事业成功 身体欠佳 又有多少人生活滋润 心情郁闷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究其原因 正像一些哲学家 预言家早就说过那样 人类的贫穷 将人类精神的贫穷 将是人类最终的贫穷 现在不是吗 大家买桌子菜 减什么 什么简单 什么原始 什么淳朴 什么东西 最原始吃什么 穿的都是布 再不穿那些 皮啊 格啊 都不穿这些东西 为什么 所以说人们的物质精神 达到一定程度 人们的精神空虚 预言家说 21世纪 人类会用更多的时间 去修心 去学习 去寻找那心灵的家园 这就是传统文化 我们今天在这里 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个 一个目的 就是道德滑坡 人们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 还有我的理解 就是第二个 就是一些 就像一些专家学者说过的 1988年 75位的诺贝奖的获得者 在法国的巴黎 开了七天七夜的会 对全球高科技 高信息 给人类带来安泽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灾难 这些灾难没办法解决 比如说离婚率为什么高 为什么物质 物质生活这么高 人们的精神这么颓废 大家都找不到原因 最后七天七夜以后 所有的诺贝奖的获得者 背对背 大家都说 一人出一个答案 没想到 这所有的答案 惊人的相似 大家都说 答出的答案是一致的 说21世纪 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 到孔子那里 去吸取智慧 所以现在的人 不缺吃 不缺穿 以前我们说知识是学来的 什么能力是练来的 是德性去修筑来的 现在人说知识不用学 百度一百就出来 你不知道啥 你摆动摆去 都能摆出来 对吧 知识不用学 以前人学了以后 不会还得背 这不用背 摆动马上你能摆出来 都能摆出来 所以说 现在的人缺的是智慧 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知识 知识再多叫量的积累 量的积累 无论再多 它只有发生智的飞跃 它才叫智慧 智慧一点点就够了 知识再多没有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那么传统文化中 到底有哪些智慧呢 因为专家学者讲的很多 以认为本的伦理体系 讲的这几天 讲的是不是都讲的 五轮五常 讲的五轮大道 五轮八德 大家说对不对 第二 内圣而外亡的人格理想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是内心的强大 今天早上看到董事长 清光岛的董事长 看看哪一个破手绢 穿一双鞋 慌慌上来 内心是多么的强大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是内心的强大 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 培养成这样的人 而且这句话都是古代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说过的 孔子和他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 孔子就说 无畏见刚者 他的学生就说 生臣 你说没有见过刚强的 生臣这个人就很刚嘛 孔子自冤 成也欲 焉得刚 成这个人有欲望 他怎么能刚强呢 这就是我们流传下来的 无女则刚 我们看到多少人 官场失败 试图倒霉 无外乎就是一个字 欲望膨胀 如果在他小时候 大了以后呢 能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他就胆战心寒 他觉得这个不行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说 无知者 最勇敢 啥都尴尬 无知者无畏 第三 传统文化中 星系天下的优化意识 看我们这个 我们的古圣先贤 那种忧患意识 最后一个天人合一的 和谐思想 我们在08年看奥运会 看奥运会的时候 那天我正在给那个山西一个分牛集团 正在给弟子归培训 弟子归是人生第一归培训 晚上就是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一看开幕式 第二天我就讲 专门讲开幕式 开幕式开头的一个盒子 是不是呀 一个盒子 那个那个导演 那个有人在网上说像个麻将块呀 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你知道那些人拿着铠甲的 那个盾牌的人 嘴里喊的是什么吗 李之勇 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古往今来的先王 巩固自己的地位 安动自己的百姓 靠的就是这 那么今天 胡锦涛主席 国家领导人 到处在呼唤着社会的和谐 我经常讲座中说 和谐社会要有无数个幸福的家庭来支撑 幸福家庭一中一个硬指标 就是孩子的优秀 如果我们要把孩子优秀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社会就和谐了 孩子这么优秀呢 谁来教母亲的成长 母亲要学习 现在七零后八零后都当了 当了都结婚了 八零后九零后 对不是七零后 八零后九零后 我在山西几个老年大学讲课 这讲弟子规 讲到这个 那个东泽温下着镜的时候 我说呀 那天是挂大风下大雨 我说今天这天气变了 都穿衣服了吗 他们说穿了 我说你的孩子给你打电话了吗 大家一起说 我给人家打了 没人给我打 是吗 所以你们又按照这个五轮大道吗 我们参加学术研导会经常说 天有天道 抬头看天行间 君子当自强不息 天是像父亲是那样的自强不息 他星成日月星成 在这按照自己的轨迹 不停地运转着 追逐着 日复一日的 不敢换位置 不敢停下了脚步 这就是天道 我们再看地道 地下的地球 把它称为母亲 什么叫母亲 母亲厚重的 那种包容的那种大爱 让你不得不感恩戴德 母亲的宽容 不因为苍蝇蚊子的 这种干扰 它不让它生存 它也不用奉电的 垃圾的恶臭 它不让它存在 不因为高山的这个 挺拔再给它一杯土 也不因为这个 留小夕的这种 露珠的这种无名 不让它生存 不因为松树的挺拔 让它多给它一缕阳光 不因为小草的无名 不让它生长 会因为老虎的凶猛 多给它一片肉 它就吃半片肉 都得自己去拼搏 去奋斗 去得到 这样的 这样的胸怀 我们都学到了 地道做得很好 那么天地人之间 我们这个人道做得咋样呢 人道很简单 就是五轮大道 这几天讲的就是这 你父慈子孝 你不要讲君诚友谊 兄弟 有 兄弟 那个兄弟有情 夫妇有别 什么朋友有 有信 这些都不要说 就是我们参加一次 国际性学术 学术研讨会 人民大学的教授 就张俭教授 就和我说 他说 张老师你说现在 人都不在人道上 你看 什么叫道德 道就是说 你在道上走 只要在道上走 你就得 你就得 你就是有德 你不在道上走 你没得 父慈子孝 父亲是应该慈 但是慈的不能过火了 说现在的人是有了儿 他就是儿 有了孙儿 他就是孙儿 那你有了儿 你是谁啊 你是爹啊 你倒在爹的道上来 你要承担起 你教育子女的这种责任 爱子女 爱而有限 言而有度 你怎么有了儿 你去当儿去了呢 你有孙儿了 你是在哪个道上 你在爷儿道上来 你怎么跑到孙儿道上去了呢 时间很紧 这就展开讲 三四个小时也讲 就说 这个传统文化中 就这几个智慧 就让我 有人说 论语 把一万八千字 浓缩成一句话 终其一辈子都做不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 你说论语一万八千字 我这背下来太难了 为什么古人说 半不论语治天下 我们也都听了 这个蔡教授在讲 你这个半不论语治天下 就不用 你就记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经常给在座的 好多母亲讲 我说 己所不欲 有的母亲就问我 说你跟我讲一口 举个例子 我就给她讲 你最不喜欢 你老公的哪个缺点 有的人就说 我老公瞎吃着 回来不干活 吃着我 知道吧 我说你喜不喜欢 她这个表现 不喜欢 我说你不喜欢 这个表现 你能不能再回报给她 冷眼白眼 就是她给她这个东西 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去做 她说我做不到 我说你忍着做 如果你能忍上半个月 二十天 当她吃着你 训你的时候 不干活 她老这样的时候 你就天天以温暖 以微笑对待她 我说半个月 二十天以后 我相信你老公的这个功能 会减弱 这就叫极锁不了 这就说我们儒家文化 总结一句 它不是那么高声的理论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它上空气 无处不在 它想粮食 人人需要 对吗 如果吧 我们国家领导人 有的人说 我们国家领导人 就怕这个 极锁不欲 勿施于人 大家听不懂 最后 用两个字 中数 你是上级 我是下级 我是下级 你是 要求 对于上级 对于下级 丈夫对于妻子 大人对于孩子 孩子对于大人 大家都互相 宽容你 不能宽容的人 宽恕你 不能宽恕的事 就叫数 忠实于你的领导 忠诚于你的家庭 忠实于你的事业 忠实于你的所做的一切一切 就是忠 你说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是多么的简单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经常给大家说 教育 好多一讲完 就是一乱 这个咨询现场互动 我的互动应该是最精彩的 因为案例太多了 所以说 都是好多提出家庭中 就像病 医生看病 好多 好多这个 这个要开发 所以说呢 我给家长经常就说的 就要剩余史 一开始要做好 你的孩子多大 现在在场 现场在座的 零到六岁的家长举手 好 小学生的家长举手 无法 废话